好1月13号周六就是第16任的总统副总统以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投票日了 为了鼓励返乡投票花莲十家业者携手串联优惠的活动 只要是涉及花莲乡亲满20岁当天凭身份证来核对 那么13 14号的两天就可享有赏金第二趟免费 还有龙虾第二只也免费住宿第二晚免费等等的优惠 期盼让更多花莲人能够感受参与选举的重要 也能够享受回家投票的独特福利 第16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投票日 即将在这周六13日登场 为鼓励返乡投票体现投票是民主最直接的行动 也是公民的权利 花莲十家业者携手串联响应 推出13 14日两天专属花莲乡亲的优惠活动 包含赏金第二趟免费 龙虾第二只免费 住宿第二晚免费 海洋公园直接办假入园 吃喝玩乐住宿一次满足 花莲是以观光立线 其实有很多的业者 大概都是以旅游的客人为主要的营业的目标 每逢到了一月的时候 各家业者其实业绩大概都很下滑 大家平常说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在想说怎么样能够提升一些业绩成长 那时候就想想为什么今年的业绩在一月份这么长 无关乎一定都是关于选举的关系 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透过一个串联的活动 让花莲人回来花莲 毕竟花莲外流的人口蛮多的 他们对花莲的旅游有了解 但是却没有真正去体验过 所以我们推出了一个很优惠的活动 各家业者串联在第二晚上或者是第二趟次或者是第二件 不管是伴手礼住宿旅游餐饮 然后各式各样的都可以享受花莲人专属的超值优惠 希望花莲人回来花莲投票的时候 也能来花莲的旅游一起好好的体验一下 花莲大山大海的好环境 只要是涉及花莲相亲满20岁 当天凭身份证核对即可享受多样优惠 参与店家包含七星柴鱼博物馆 多罗满赏金 莱碑莱碑 滑兰窝国际青年旅社 藏尾烤肉蛋吐司 远中海洋公园 德利豆干 潘朵拉的盒子 龙哥斯特 边境发饰点心等 希望透过业者串联提供优惠 让更多花莲人感受参与选举的重要 同时享受回家投票的独特福利 记者讲方言 华林士报导